8月4日晚,长春亚太队阵上海生花,比赛第七十七分钟,再一次拼抢后亚太球员张力,对灯巴巴说了些什么,导致灯巴巴情绪十分激动,双方发生冲突。 据记者的透露是因为对手球员疑似种族歧视,随后灯巴巴本人在推特中转发了生花对账号的声明,灯巴巴被长春亚太球员张力的种族主义也此所冒犯,中国足协应该采取严厉惩罚措施。 本场比赛结束后灯巴巴一度拒绝握手,还遇上前找张力理论,不过最终在几名队友和伊哈洛的安慰下才完成最后握手仪式。